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体操方面的消息 2013年全国体操锦标赛 继全运会预赛 今天在大连继续进行 作为北京体操队的一姐 高低杠公主何可欣的冲场 自然吸引着我们记者的目光 在伦敦奥运会上 摘得高低杠银牌后 何可欣便把全部的精力 投入到备战今年的全运会上 预赛中 一身紫色装扮的何可欣 一套高质量的动作 在下了公主的风采 15.100的高分 让她毫无悬念地 进入到高低杠项目的决赛中 自己为这个比赛 就是也做了很多准备 就是在东运啊这种 自己都是做了很多调整的 所以就是 就我今天比赛还挺紧张的 我怕连那个全运会的 那个决赛机会都没有了 所以我也挺 就是心里也挺不踏实 但今天比完就好一些了 对于已经是老队员的何可欣来说 她的肩上还承担着 带领北京队 冲击团体决赛资格的重任 比赛场上 每成功完成一套动作 何可欣都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觉得自己完成一场 一个是能帮助队里吧 就是为队里做出一些贡献 然后再一个就是 自己也能就是有一种特别满足的那种开心吧 在本次全国锦标赛之前 何可欣就明确表示 她会在全运会之后选择退役 离开赛场 意味着将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和更多接触新鲜事物的可能 对于退役后的生活 何可欣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 退役的话 我还是想先去上学吧 因为我觉得 主要还是觉得自己文化差的挺多的 也许在上课的过程中 会找到一些自己有感兴趣的事情吧 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 曾带给我们无数次经验表现的高低杠公主 能够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继续她的精彩人生 体育频道记者辽宁大连报道